顺丰到负是什么意思? 顺丰快递公司在1996年开始涉足国内快递 新建的快递网点多数采用合作和代理的方式 顺丰的快递运费可以分为到负和继付 顺丰到负的意思是在货物到达目的地后 物流运输的费用由收件人承担 顺丰到负指的是付运费并不是付货款 顺丰继付就是指寄货方在寄货流程结束后 支付物流运输的费用给顺丰快递公司 另外顺丰继付和道付的费用都是一致的 顺丰快递道付收费的手中是23元每千克 旭中是13元每千克 除此之外其他快递公司道付的费用 一般会比继付费用多50%到100% 一般本省的道付费用比继付多50% 外省的道付费用比继付多100%